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来欢迎台湾的《帕华乐地》 王楼先生有怀疑 两句的歌 看我们把今天的主题引出来 这是我们的歌剧院 哇好漂亮 你知道这个歌剧院不容易 他是现在世界新九大地标之一 就是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 世界出名台湾之光 而且你知道他怎么盖的吗 怎么盖的 你知道他当时有日本设计师 一东风雄所设计 因为包括建筑工法 取枪什么 太多了 所以觉得所有日本人都吐槽他 你根本盖不出来 连日本人都觉得盖不出来 最后还是由我们台湾的设计团队 跟建筑团队 一砖一瓦地把它给搞定 好感动 是真的 你看那个树屋 你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树屋洞库的概念 就是取枪 对 我知道有五十八年 因为他里里外外都超取的 是 像我这样 可以 那你要知道 其实我上课常好在跟我学生讲 就是 当有时候你提出很多想法 构想概念的时候 人家都会笑你 你是天马行空 不可能 那办不到 放弃啦 那其实不管别人怎么善笑你 只要从第一步开始 一步一步往前走 到最后 不但没有人敢笑你天马行空 他们还是坐在台下 为你鼓掌 虽然他一边鼓掌一边骂 不行 你也有今天啦 啪啪啪啪啪啪 但是他还是得坐在下面为你鼓掌 看着你拿那个奖项 然后对他微笑 很高兴 很高兴 当然啦 其实我们 这两集我们坐在台中 对啊 我们坐了什么 我们坐了物风邻家 物风邻家 然后我们也认识了林县堂 这很重要 对 然后海旭认识了新爸爸 对 我们的新爸爸 他现在来台中 对 那也看了一下 台湾我们说 世界三大宗教圣事之一的 对 大甲马祖老敬 那看看啦 最后还有 令台湾人感到悲伤 228事件的二区部队 对 那 那 看着这些民众 民兵 学生 组织的部队 跟他们原本 梦想中的祖国做对抗 那当然 台湾的命运呢 不是我们三言两语讲得完的 游戏台中这个地方 就像台中一样 也不可能一集 两集三集做得完 那 之后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大家 跟着我们一起走台中 旅途台湾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一个天下 两个邻家 这两集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了 林宪堂 提到了台湾近代的政治运动 那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呢 考到了日治时期 台湾的政治运动 我们都知道 日本统治台湾分三期 非同化 同化 皇民化 什么叫非同化 没有把你当人看 什么叫同化呢 开始把你当人看 要给你现在人应有的权利 以及物质生活 所以开启了所谓的大政民主旗 那大政民主旗里面呢 当然很多东西都跟林宪堂 跟蒋渭水有关系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呢 这一体真的不会 原则上 你就拆蒋渭水 但是只要看到议会呢 你就拆林宪堂 而结束了跟日本人的对抗 没多久 公民政府来了 爆发了228事件 中部的学生群众 组织了27部队 当然27部队考是不会考 但是身为一个台湾人 你应该要知道 有事尽重 不是退潮